有一段时间没有消息的王杰近日现身北京 宣布将于9月16日在西安举办主题为《回家》的歌唱 而这也将是出生在西安的王杰首次回到自己的故乡 在现场王杰还跟着一位西安记者学起西安话 令大家捧腹 我恨啊 我就是 我爷爷这个好凶 我觉得吃饭会被吓一跳 如果对着后面有一个人 吃饭的时候他突然间就 吃饭会被吓一跳 这叫什么意思 关于演唱会嘉宾人选 王杰就笑颜自己圈内朋友不多 难以请到嘉宾 他更直白地表示 各唱请嘉宾都是为了制造厕所时间 他有少数人会找到嘉宾 但第二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 我知道绝大部分的嘉宾 大部分去参加人家的演唱会的嘉宾 都是我们想爱人家的厕所时间 这次演唱会是内地某演出公司 投资250万与王杰个人合作 王杰也特意强调与所属英皇唱片无关 而这次活动也没有一个英皇工作人员相陪 以前曾大胆数落公司不适的王杰 谈及目前与英皇的关系却是大耍太极 言谈中也似乎有着难言之隐 但是么是一个地方说不定的 五一代的环王是在转压中的 你带来也订阅 一样就是这样的